这也就是为什么灭霸要消灭宇宙一半生命的原因 大家好,欢迎回到Dulab Economic频道,我是少荣 你有听过哪些针对新冠疫情的阴谋论吗? 我就有听过其中一个 有消息指出,这次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其实是由比尔盖茲所投放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要借用疫苗来进行人体试验 最终完成它的人类清除计划 以达到控制世界人口的目的 这听起来很荒谬对吧 但是,大家是否想过 在世界人口不断膨胀的今天 难道资源不会有用光的一天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灭霸要消灭宇宙一半生命的原因 其实早在200多年前 就有一名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这样的疑虑 并且预言不断增长的人口会导致粮食不足的问题 最终弱者便会饿死,人口数量再次下降 今天就让我为你分享这名经济学家的故事 以及探讨他提出的这个预言究竟会不会实现吧 这名经济学家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他于1766年出生 在1784年的时候 他成功被建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 主修数学 在1791年的时候 他获得了硕士学位 并且当选为耶稣学院的院士 1797年他成为了牧师 并且于隔年为了反驳父亲之论说 而匿名出版了人口论一书 他于1804年成家 并且在之后供养育了三个孩子 他在1805年的时候 成为了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 职交于东印度学院 1834年马尔萨斯因为心脏病而去世了 死后埋葬在巴斯修道院 究竟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 提到什么观点呢 他提出了两个观点 第一 人类的生存需要食物 第二 人类无法控制情欲 必然会不断的繁衍下去 人口会随着时间成几核数增长 今天的一千人 在经过两代人的时间后 会增长为四千人 在经历四代人的时间后 会增长为一万六千人 可是土地面积是固定的 粮食增长的速度 肯定不如人口增长那么快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会是 饥荒跟瘟疫将会爆发 人口数量将会再次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因此他非常鼓励晚婚 而且他本人也践行了这个原则 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才结婚 那到底马尔萨斯的预言有没有发生呢 索性并没有 在十九世纪时更加发达的医学 以及更加卫生的城市环境 使人们的平均寿命得以延长 马尔萨斯认为当人们变得富有后 生育率便会提高 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很多国家的人口增长反而放缓了 同一时间很多有效的避孕措施被发明出来 大众也渐渐能接受避孕这件事情 马尔萨斯没有预见的是 在工业革命之后 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下降了 更多人的需求得到满足 人口数量增长 收入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这证明了庞大的人口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可以研究出相应的技术 便可以养活这一大群人 我认为我们身处的世界不会掉入马尔萨斯陷阱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就能够完全明白了 在过去的一万年里 全球人口不曾超过十亿 就如马尔萨斯所原 当人口增长后 粮食不足将会导致人口再次下降 直到工业革命之后 人口开始增长 并且于本世纪初达到了六十多亿的人口数量 今天的世界人口有78亿 然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开始放缓 联合国的专家们预测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 人口增长的速度将会持续放缓 并且在本世纪末 人口数量达到100亿至120亿后 就会停止增加了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数据 我们就会发现全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 恰恰是那些最贫穷的国家 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儿童作为劳动力 一旦他们能够接受教育 以及获得更多的避孕手段 他们就会选择生育较少的孩子 控制人口增长的最好方法 就是让人们摆脱次贫 一旦人们摆脱次贫后 父母就会选择生育较少的孩子 这种转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正在发生 到本世纪末时 许多国家已经摆脱次贫 生育率降低 因此全球人口不会再继续增加 其实很多先进国家正在面临的 不是人口爆炸的问题 反而是少子化以及老龄化的困境 况且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庞大的人口以及健康的经济是协调的 虽然人们耗费了资源 可是也在同一时间创造了新的人员 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智慧 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就拿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就好了 现代人生产粮食的效率 肯定比农耕时代的人来得更加高 最后我想说的是 马尔萨斯并没有反对人口增长 相反他认为只要社会有能力满足温饱需求 人口数量是可以多多益上的 今天你我他都是地球上的一分子 我们要做的不是想方设法去减少地球上的人口 而是创造出更多的新人员 好让更多人可以在地球上继续存活 感谢您可以看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故事对您有些启发 我们的频道是一个专门分享经济学内容的频道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 就马上关注我们吧 我是少荣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世界人口有781 然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开始放缓 联合国门的专家 781放缓 781放缓 781放缓预测 781放缓预测 1放缓预测